你好 歡迎收看Tnews連播網 我是主播陳湘怡 帶您關心 中央今年1月開始 取消了育兒津貼 及托育補助的排付條款 家中有0-2歲幼兒的家庭 都可以來勤零補助 那麼涉及在了新北市的幼兒 送托保母或者是托育中心的話 還可以多領2000或3000元的補助金 中央從今年1月起 取消家庭所得稅稅率 20%以下才能申請育兒津貼 或托育補助的限制 也就是取消了排付條款 因此涉及在新北 家有0-2歲幼兒的家庭 若送托保母或托育中心 每個月還可以多領2000元 或3000元的補助金 我們新北市原本針對於 就是送托總公共化保母 或者是托育中心的部分 也有額外針對於托育補助 有加碼的部分 那送托保母的部分 加碼是每個月加碼2000塊 那送托於托育中心的部分 我們加碼是每個月3000塊 那在今年度起 我們也因應中央 它取消排付的限制 所以我們合作聯盟加碼補助的部分 我們也取消了這樣子排付的限制 涉及新北家有0-2歲幼兒 由自己或家人照顧 需向轄區區公所申請育兒津貼 第一胎每月補助5000元 第二胎則16000 第三胎是7000元 若交由準公共私托或公共保母 甚至是新北公托照顧 補助則更高 送公托准公共私托或公共保母的幼兒 家長只要把資料交由托育服務人員 或托英中心申請即可 不必再多跑公家單位 方便又省時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 低收中低收入戶 皆有還有身心障礙者 可以領取4G的免費快篩 2月15號前 符合資格的民眾 可以到新北各區的公所 憑身份證或是身心障礙證明 來領取快篩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提供4G家用抗原 快篩試劑給全國低收中低收 皆有及身心障礙證明者領取 新北市29區公所陸續收到試劑 民眾可前往領取 民眾就可以憑著身份證 證明文件或者是身心障礙證明 到公所這邊來做領取 那如果說不方便出門的民眾 帶由家屬這邊來做領取 也是可以的 一樣請家屬就帶著相關的身份證明文件 到公所這邊來做領取 新北市身心障礙者高達17.5萬 比前兩波僅有低收中低收入戶的發送量增加了2.5倍 再加上年前貨運量暴增 以至於有部分區公所還沒收到足額試劑 在期限2月15號前可能無法完全發放 新北市府積極與中央溝通 放寬發放期限 民眾可多留意社會局公告 因為食物操作快篩試劑到送的時間點的問題 不大快篩的情形 來到苗栗縣銅鑼箱公所 新年推動福利政策 連任拼福利建設的鄉長謝昌年表示了 因應物價上漲 營養午餐每餐補助 從40元上修到45元 等於是全額補助了 那麼從陽近老里今年年齡是下修到70歲 也成为了铜锣人的小缺心 开工大吉 铜锣乡公所行程团败 连任凭建设的乡长谢昌年 为每一位的公所同仁 准备前途四景红包 借此感谢并代表着新年度 为民服务的工作得上井发条 新的一年 也今天正式的上班 那我在这边 祝我所有的乡亲 好朋友们 晚年就是新年快乐 拜个晚年这样子 那新的一年 我们在福利政策方面 我们也持续推动 就是营养午餐 每个小朋友增加为四千五百块 增加五百块 我们全额来补助 物价上涨 苗栗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 上学期已经有部分的学校 从四十元调涨到四十五块 新年度铜锣乡 增变了一百多万元 将近千万元的经费 不仅可以加汇大约九百多名的学子 此外在营法福利的部分 也从八十岁下求放宽到七十岁 即可以领取重阳礼金 金老金贴 从我一上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就在推 只要达到七十岁以后 我们就开始来发放我们的金老金贴 那每个年 年岁数十岁 我们就一个阶段 那我们就增加每个年五百块 重阳礼金铜锣全乡七十岁以上的长辈 大约有两千五百人受贿 几据从五百元起跳 金额虽不多 却能够实际照顾老幼 让铜锣乡亲幸福有感 高雄市首座新建设宅 凯旋青树预定二月七号开始受理申请 那么日前发布了招租计划 其中一房型每个月租金最低只要三千九百元 还包含了有管理费 所以呼吁有需求 而且符合资格的民众 把握机会来申请 市长陈其麦及副市长林清荣 日前视察社宅凯旋青树 两个人从一房型两房型到最大的三房型 都仔细看个够 对于凯旋青树 不论是空间动线 以及室内的简易装潢都表示肯定 还只说提个皮箱就能够进驻 这栋高雄市首座的新建社宅 即将在二月七号开始受理登记 实际受理申请的时间是从二月七号到三月一号 我们总共有三个礼拜的时间来受理大家的申请 那申请的方式呢 我们有线上的申请 或者我们也有现场 就是要到这个市政府的市委中心的六楼 都发局这个地方来 这个现场来申请 那也可以就是我们下载一些申请书表资料之后 用邮寄的方式 这些方式我们都可以受理 招住计划当中说明申请条件 只要成年在高雄就业就学 每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3.5倍 以及无自由住宅 都可以提出申请 其中一房型最低的租金不到4000元 最受瞩目 一般户呢在市价的八折 那若市户呢 也是关怀户 是在市价的这个六折 那其中这个关怀户的部分 最便宜的是我们一房的这个套房型的 还不到4000元就可以入住 所以是可以让有需要的这个民众 都能够得到这个照顾 翁出堂表是凯旋亲树一房有127户 二房99户 三房19户 总共是245户 住金当中都含了管理费 并且附有厨具收纳空间 同时也跟大型家具公司建制平台 方便民众装修停购 有跟这个特立屋 还有宜德利 那还有一家文贸家具公司 我们有做一些合作 那他们有提供一些家具的样本 那也可以提供给这个申请入住的朋友 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措施 那就由市府这边 这个担任平台 让这个住户跟家具业者 去选购他们符合他们自己需要的家具 都发就表示凯旋亲树设宅 位在都市淡黄区 不论是交通生活精能都相当便利 一般租期为三年 到期可以申请续租 总租期不得超过六年 但如果是经济或社会弱势身份者 可以延长到12年 希望用平价的租金 为市民打造温暖家园 苗栗县造桥虎车站南北侧公园 因为既有的设施老旧年久失修 而经过了县政府规划 改造成为亲子公园 设置攀爬网与攀岩块 悄悄板等 还有成人的体建设施 打造全灵休闲场域 也为居民再添了一处可以放风的新去处 造桥火车站南北侧 原为铁路局闲置用地 多年前活化成公园 基于设施老旧且邮据不合现行法规 苗栗县政府规划以山丘游戏区为主题 去年进行有期空间态换与环境改造 日渐全面竣工启用 我们前县长许耀昌 那在去年度补助了700多万 来在我们这个造桥村 火车站的北站的部分 这个打造了一个小而美的一个亲子公园 我想说这个亲子公园 针对我们造桥乡 内山村也好 中山村也好 总共还有外山村 九个村 集中点都在中心 所以在造桥村欢迎我们的乡亲 好好的来利用这个亲子公园 面积约0.3公顷的新公园 设置摩石子滑梯 并结合攀爬网 攀眼块互动区域 周边还有鸟巢鞦 敲敲板 四人摇摇乐 同时也为年长者建制漫步机等体建设施 大概的就是把我们中山村整个一个周边的洞线 把它整个一个串联起来 所以这个是希望乡亲好好的 除了亲子互动之外 把周边的环境也希望要好好的自己本身 这个垃圾不落地 举所不亦勿施于人 好好的把我们的美好的环境保持下去 搭配一旁的铁路风光 口山步道 农会社区小铺等景点 小而美的造桥亲子公园 不仅是全灵共荣修气的好去处 也成为箱内一大特色亮点 大家好 我是李懿 各位朋友 如果你在求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 真材公司需合法立案且正派经营 第二 千万不要随便交给陌生人 你的账户提款卡 或者是身份证件 也不要乱签署任何文字契约 第三 通常跟你讲说 钱多事少离家境 通常都是诈骗陷阱 你可以直接打165询问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台中一中商圈终有百货前到三明路一带 长期受到了不肖人士涂鸦乱象的困扰 公车站牌 便电虾还有路灯柱是无一幸免 而在明代海交通局会刊决议之后呢 将会撤除五大落地站牌 提升高度180公分 并且呢 要将站牌替换为不易上色的材料 要彻底来解决长久的涂鸦乱象 公车站牌上五颜六色的涂鸦 仔细一看全是不堪入目的妈妈字眼 也让公车路线图根本看不清 就连周遭变电箱 路灯柱全都遭殃 严重影响势容美观 我这条路从五权路三明路一直到太平路整个车站 全部都有这些不堪入目的字 那不看你 你这都学生多啦 然后游客也多嘛 所以这样其实是造成不好的印象 在一中商圈终有百货前到三明路一带 长期受到涂鸦乱象的困扰 在明代与交通局的决议下 将撤除双向五大落地站牌 搭配原有的智慧站牌整填路线图 提升高度约180公分 扩充站牌兼具 并将站牌替换为不易上色的材料 预计在二月底可以完成 兼具功能性与美观 防止再遭涂鸦破坏 这个公车站牌的一个形式进行一个调整 那另外我们也会请我们客业者组成的 这个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 针对公车路线图的一个材质 把它钛换成这个不易涂鸦的 那我相信这个一些的一些调整之后 那除了不易涂鸦之外 那民众看路线图也会更方便 对学生来讲做出一种不好的示范 我们希望 这个他能够到这里为止当然是最好 因为新年新希望 我希望从这里开始 而当地派出所以调阅监视录影厘清过程 将向行为人求偿 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期待透过这次的公车站牌重整 还给民众一个整洁美观的大众运输空间 来看到台中市谭子区 环中东路一段158项 因为路幅狭小汇车不易 而为了解决这些交通的瓶颈问题呢 建设局进行了拓宽空城 路快是由不到5公尺 拓宽到了10公尺 那么日前市已经完成 并且开放了双向通车 提升道路效能 10米宽的道路上车流顺畅通行 这里是谭子区 环中东路一段158项 很难想象 新前竟然因为道路狭窄 5米不到 不仅无法汇车 更造成地方交通大塞车 上下班时间几乎 就是问题蛮大 时长有里民打电话 里长那个158项 现在车后塞的民众 看要早点改善 所以这一点说实在 我们正在利用这时 也感谢民意大陪协助 让我们这个工程早日完成 尤其目前那个 国道4R已经完成 所以车的相迎之下 在未来越多就对了 所以给福人里在这个区段 也增加蛮不少的 那个比较顺畅的 接照就对了 环中东路一段158项 为地方居民每天来往 环中东路及敦覆路 主要路径 也是台七十四线快速道路 及潭子中山路周边的 联通要道 但新前因路宽不到5米宽 交通经常拥塞及回度 无法疏解尖峰时刻的车流量 也因汇车空间不足 造成往来用路人不便 因此在地方明代争取下 邮件设局改善 包含既有总长154公尺 道路拓宽增一倍至10公尺宽 总经费共花了约1330万 道路已经在日前完成并开放双向通车 不仅改善行车安全及道路整体环境品质 也有助于消防救护方便许多 同样是交通问题 三米宽的农路汇车困难 酿成是车祸不断 来看到是新竹县宝山乡洽水路 近年来因为竹科扩厂 再加上大骑桥被拆除 所以不少车辆都改走这条狭小的农路 造成每天都塞车 居民出门也都被卡在了车阵里 所以要求尽快来改善交通 小小农路临行车辆 但一到上下班可是挤满车辆动弹不得 近年竹科扩厂宝山洽水路车辆变大 居民要出门都没有办法 卡在家门前10分钟 汇车也困难造成生活不变 大骑路的桥拆了以后 洽水路的用户人突然之间就暴增很多 造成这边的居民出入口 他们也是赶着上班 造成他们非常多的不方便 前几天也这边 也不是说前几天 经常会发生错误 经常会发生错误 就是用户人呢 他没有一个礼让让这边居民先来通过 其实这些土地都是当初当地的居民 无偿的奉献处来盖的道路 环科路拓宽工程 拆除大骑桥 原本通勤走大雅路四线道的车辆都挤往洽水路 干紧三米宽 没有红绿灯的农路 临近工厂有大卡车行经 车速快 互不相让 造成车祸频传 加上监视器少就则难 部分路段仅有防转感 会车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落边坡 居民说 以前五分钟就能到交流道 现在却要塞半小时以上 向明代城勤 希望能改善交通 有在规划 这一个洽水路的这一个 拓宽的这一个计划 那目前在还没有拓宽的当中 那我们先行设置在各个重要的这一个路口 来设置黄网线 那设置黄网线是希望我们的这个用路人 能够多多的礼让我们的居民的进出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 商工所沿拟拓宽道路 目前先在洽水路253巷口 和池塘民宅前路口 划设黄网线和减速标线 之后131巷Y字路口 和123号门前也要再划设黄网线 提醒用路人行经减速慢行 还给居民安全回家的道路 会在台中南区移动七层楼的电梯 滑下屋龄45年 曾经是这个地区第一豪华大厦 不过这建屋年久失修 再加上曾经住有一名从事资源回收的妇人 她把楼梯堆满了垃圾还有杂物 引来了蟑螂老鼠 所以反而让滑下变成了老鼠窝 而在石荒赋疑寺事事搬离之后 屋主也赶紧抛售房屋要求翻身 这都位于中心大学附近 屋龄45年的电梯滑下 外墙架设不少看板广告 在过去曾经号称是南区第一豪华大楼 不过随着建屋设备老旧年久失修 加上曾经住着一名从事资源回收的老妇人 把楼梯间堆满垃圾和杂物 让这边成了老鼠窝 邻居更是时有所闻 她以前有养狗 养狗她都到住住餐那里 去拿一些中午的一些圣肉圣菜 都拿来喂那个狗 她以前狗养了好多只 无形中那个老鼠就多 老鼠都乱跑乱跑乱跑 这个前动的租户就有人在讲 这样子不行 变成老鼠窝 对人家会捡取 实际走访这栋七层楼的华夏 有电梯却故障无法使用 各楼层电梯门也用山水化 铁皮等物品挡住 显得非常突兀 而顶楼的水塔边 更丢弃了不少大型家具 环境脏乱不堪 好像如果没有 会换东西 像说换一些这些回收的东西 看来换回来 最近就跑了 可能没躲在这 对了 在水塔边水塔堂 那些卫生都没经历 我会拎去很多 搜寻这栋华夏 并无太多的买卖交易记录 不过因为七楼的石荒腹 疑似搬离后 环境不再是老鼠窝 房价也跟着上涨 他从109年的7月的时候 他买进来 他当时单评价是8.8万 那第二年的时候呢 一样同一户 他就以单评价 11.6万的时候出售 那可能又是相同投资客 他们又把它给卖掉 那整理过后呢 还是用21.2万销售出去 如果以单下来看的话 你看看他从109年 原本单评价是8.8 那第二年涨了将近3万块 然后再隔了一年呢 涨了将近两倍 那真的是还蛮惊人的 当初的豪华大厦 因管理不慎 加上年久失修 如今变得残破不堪 不过在资源回收 富人搬离后 社区希望能够再加以整理 将整洁的环境还给住户 时隔六年 苗栗县佐南镇第一公墓 纳谷塔慈恩堂 又有新设柜位开放使用 新增建完成的四楼柜位 设计上跟以往不同 整体采用的是 洁白温暖色调 典雅祥和 希望能够让亲属 在此心境平和 调念新人 电梯门一开 柔和的灯光 淡雅沉稳的色调 就有让人心境 沉淀平和的感受 天花板上的花纹装饰 是莲花菩提意象 迎面而来取材自 佛教经典的语句 也是彰显人生意涵 希望能抚平失去 亲友的伤痛 展望未来生活 就是让民众 在选购塔位 就是进来参观 或选塔位的时候 能有比较温暖的感觉 一进来我们看到 我们的那个 整个看到的 这个是我们 地装王菩萨本愿经 里面的建文利益品 这个也是 让民众来参观的时候 或民众上来 那个祭拜宣祝的时候 能看完这个建文利益品 能对自己 有一些省思 走进室内 整体风格 以象牙白色为主要色调 柜位边框带金 典雅大气 设计上也与传统不同 四楼新柜将 地藏王菩萨置中 设置莲花宝座 同时四个方位 都安一尊菩萨 不片照幅 往生仙人 避应后世子孙福堡 中间环绕的方式 我们是用环绕的方式 去做设计 那我们就设置了 四尊地藏王菩萨 然后四面环绕 带领我们安方的仙人 卓兰第一公墓 纳古塔慈恩堂 被以大客山 潜陵宽阔的大安溪 事业辽阔 在90年完工之后 就一直被视为 北部县市 风水地理极佳的纳古塔 因应塔位不足需求 往上新建 四楼第一期新设柜位 新增5074个骨灰柜位 及112个骨骸柜位 在112年开放登记选位 提供良好的殡葬服务 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 完善地方公共运输缺口 苗栗县竹南政公所 获得了在地企业 以及团体的益柱 添购了两部幸福巴士 规划平日还有假日 各两条路线 满足郊区民众 以及观光需求 那目前班次严理中 预计呢 3月1号会正式的营运上路 竹南政公所配合公路总局 推动幸福巴士政策 去年底购置两部 15人座的小巴士 因司机难寻 驾驶人力招标多次流标 历经半年终于成功毁外 目前已完成后车点等踏勘 预计3月1号正式营运上路 陈兴坡基金会的陈荣柱董事长 还有我们这个广延职业 谷问委员公司 谢广延先生 他们的建筑 那我们也在去年的12月28日 那个老五委外 招标完成 那我们即将在3月1日 正式营运上路 不管是丁埔旅或是骑亭旅 或海口旅公管旅的旅长 他们看怎样 来跟这个附近这些旅民 因为他们比较需要 我们会配合旅长来公告 让大家了解 竹南幸福巴士全年午休 规划蓝绿共四条路线 周一至周五 深入顶埔 骑亭 海口 公管旅等郊区 周末假日采观光路线 同时也打破过去客运固定路线 以及班次的限制 提供乘客平日搭乘预约服务 从火车站 天人明朝 四方牧场 竹南啤酒厂 骑顶车站 还有骑顶新乐园 还有龙凤宜港等 那假日的滤旋 也是从火车站 龙凤宫 龙凤宜港 假日之身 亲子之身 长筋之身 关玉渡生态公园 池衣公 四山多功能运动公园等 那我们平常一夜的班次 平日蓝线一班 弥补既有公车服务不足的幸福巴士 可在巷弄穿梭形式 更能贴近在地交通需求 而相关班次时刻表还在眼里当中 届时竹南证公所将统一对外公告 提到了桃园棒球教父张苍冰老师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他为了培育四级棒球选手 是出钱出力 帮助了很多的弱势学生 靠着棒球来翻转人生 那么今年呢 张苍冰老师再度的捐出了一部新车 给棒球队来使用 方便球队可以四处征战 棒球教父张苍冰 从桃园棒球队草创时期 就担任重要推手 民国88年 他还在新民国中任教时 就组成棒球队 在资源匮乏的年代 于非正规的球场 培训出第一支全国冠军队伍 缔造水泥地传奇 卸下球医 他仍持续关心球员 出钱又出力 103年一母亲民意 捐车给棒球队 106年加码捐出第二辆 今年初他再捐出一辆新车 成为球员全国赛征战时 不可或缺的后备资源 桃园的棒球 近几年来 这个成绩我想大家都看得到 除了我们市政府 教育局 鼎力支持以外 其实有很多企业家 是默默地在捐赠 在张昌斌的代理下 桃园陆续成立四级棒球队 培育无数顶尖的优秀球员 目前在职棒中展露头角 我们的球员 大概原住民的都会比较多 而且都是弱势家庭 然后到最后他们到职棒里面 发扬光大的有很多 我想这个是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最主要一个目的 培养一些弱势家庭 然后让弱势家庭 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 三部交通车 不但能够载运球员 往返学校球场 比全国赛时也能够带着学生 到异地球场练习 提供最激动的使用性 巴斯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球队来讲 帮助真的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其实球员要出去 应该是说 室内的比赛的情况下 需要用到车 再来学生有时候也要看病 有时候运动伤害的情况下 也要在小朋友去就医 就医的情况下也都需要用到车 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 新鸣国中与平正高中棒球队屡创佳击 平正高中今年将挑战高中木棒组冠军舞联霸 新鸣国中也寻求国中应试组冠军联霸 希望再接再厉 为桃园争取荣耀 为85岁以上的社区长辈送营养午餐 苗栗三亿乡鲤鱼潭 西湖两村志工 以资源回收变卖所得的募资呢 成立了爱心便当站 已经有三年多了 但是每个星期两天的爱心餐食 要供应约180位的长辈 没有工部门的补助 需要更多善心支持 更希望有志工来加入 志工分工合作打菜 三亿爱心便当站 要把这份美味 乐腾腾为长辈栽配到府上 老人家现在他 我要是慢一点去的话 他很可爱 他会说 我老婆要喊忙多呢 他就好像我是他儿子一样 让我来孝顺一下 109年9月份成立的三亿爱心便当站 由鲤鱼潭西湖两村志工发起 厨房就设在鲤鱼潭村活动中心旁 以资源回收站的变卖所得 作为经费来源 我们这一次苗栗县我们三亿县得到 两个天一名就天一名 我们要天一名 经费中间要三万求 我们要认识 每次都会去钱拿来 做爱心便当 纯粹我们得辛苦的 工部门有补助 我们是都是乐 很有爱心的 无限的付出 三菜一煮时 免费提供给了两村85岁以上 第一收长者 若是边缘户落有需要 也可以订餐 每星期一二配送午餐 服大约180位的长辈 各邻的一个负责的志工之外 总共大约有20个人 在成立到目前在服务这个阶段 我们也受到这个三亿厢的乡长 李明中乡长 在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个软硬体设施的一个协助 在没有工部门补助之下 三亿爱心便当站已运作有三年多 食材和能力皆需要有更多的盛心支持和加入 来看到这是公司协力推动都市的绿费 台中后里区石花种草达人 送出了1500株25个品种自行培育的茶花 种植在了后里森林公园等五处 为环境绿美化尽一份心力 让民众在休憩的同时也能欣赏到茶花之美 一朵朵粉白色茶花盛开 娇艳动人数百株迎风摇曳 犹如花海一般 这也是位在后里森林园区 建设局与民间合作 打造茶花特色专区 看到我身后这一片的茶花 可以看到部分的花苞 已经悄悄转漏 等到茶花适应环境之后 民众只有机会可以看到这美丽的样貌 建设局持续在推动我们公园的主题特色 我们特别跟企业界也多手谋合 这一次我们感谢在后里区有一位王先生 他愿意提供了1500株的茶花 这些茶花我们知道不是一般的这些开花树种 它是有点珍贵的 要好心照护 我们分别把它来栽植 目前生长也非常的良好 我们期待它适应之后能够很快的绽放 台中市推动种树引蜂及创造都市律废 因此后里区植花种草达人就送了10个品种 1500株自行培育的茶花 分别种在后里森林公园 丰园翁子公园及公老平公园等5处 同时也传授建设局照顾茶花的技巧 那可以给更多的人观赏到美好的东西 让大家心情愉快 再来就好像我们提供美学一样 还可以绿化 所以我真的有一种送人玫瑰 手留于香 撕比受更有福的那种感觉 公司协力在公园内打造茶花特色专区 不仅以实际种树达成减碳 更让民众散步休憩时 欣赏茶花的千资百态 最近大寒因盛开 新竹县关西镇上林樱花秘境 花开已经有超过九成了 灌溉池塘边形成了一整条的长龙花海 在网路上爆红 而过年期间更是吸引了上百台车 同时来涌入 游客是争相赏花 要了一读粉红樱花 倒映池塘的绝佳美景 阳光下白色粉红紫红三色的大寒鹰成串 布满树枝绽放 共十五颗在池塘护提边 形成一长龙花海 每照一出 吸引外县市游客 涌入关西镇上林里 这片樱花秘境 正好赶上花矿及盛期 最灿烂的时候 最幸福 太开心了 很美 这边很美 而且有池塘又有倒影 很漂亮 那护体上面平坦 就是说种来那边光线好 光线充足的话 它就开树就长得好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树 都是矮矮很矮很平坦这样 所以说主要是说种来看漂亮而已 地主范氏兄弟 提供溜地让水利会灌溉蓄水 也在提案种花移情养性 沙土与阳光充足环境 只烧家除草与休枝 花就开得很好 树不高 大小朋友都能尽兴合影 地主因为平常到处赏花 所以有花就共赏 当地从两年前爆红后 今年人潮更是翻倍成长 周末两天收价前 上百台车停放村庄 逐时六线更被双向停车 造成回转不易 交通大打结 已经是有超过一倍以上的车辆了 因为进行车辆真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我昨天看了一下 车辆的路边停车 就超过一公里以上 因为我们的逐十六线 毕竟不是说很宽 你说放单边的话 车辆来汇车的时候 还是可以的 也不要造成住户的一个影响 仅在他们家的前面 外县市游客初次来 不熟悉路线 正一停靠逐十六线单边 走巷弄进入赏花 避免走田梗容易摔倒 未来也希望在池塘边 施作护蹄 加固边坡 让赏花更安全尽兴 喂 高兴警察 他就叫他发青虫哦 别别一惊啦 那么多人都叫他近书 啊 一有 Isaac 无法教授 老兄 就我听到这么多天 我们都叫他 有修改 道理 什么 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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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求職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幾點 第一 偵財公司需合法立案且正派經營 第二 千萬不要隨便交給陌生人 你的帳戶提款卡 或者是身份證件 也不要亂簽署任何文字契約 第三 通常跟你講說 錢多事少離家境 通常都是詐騙陷阱 你可以直接打 165詢問哦 歡迎回到TNews聯播網 捨不得航空城開發之後呢 爐竹坑口彩繪村將會走入歷史 地方信仰中心陳盛宮 蒐集了散落在徵收區裡的老尼索 請來了畫師重新彩繪 賦予作品全新生命力 透過鏡頭我們就帶您一塊來看看 過年期間民眾到陳盛宮走春 除了拜拜求財運 今年廟裡還來了一群交客 擺出夜首飾笑得開懷 民眾跟大紅金牛合照 不僅留下開心回憶 跟希望在新年迎來好運氣 住了金牛 陳盛宮廣場前 還有吉祥如意兩隻大象 駱駝 斑馬等11隻吉祥物 像這金廟啊 它現在已經增加很多的那一種 類似動物的那一種 那個要怎麼講 模型那種石頭那種去做那個 還不錯啊 其實這些吉祥物 都是散落在航空城開發區的 擬塑動物 過去沒有動物園 為了讓小朋友認識動物 公園學校周邊 都會擺設動物模型 隨著航空城開發 陳盛宮收集擬塑動物 重新採繪命名 每隻都有不同吉祥寓意義 那為什麼會是旺財跟如意 因為大象一般鼻子如果是往下的話 就表示吸水 那水代表財氣 所以希望大家過年能夠來陳盛宮求求財氣 能夠讓我們的福象來旺財 吉祥如意 大象求財 而有兩個駝峰的駱駝 則是求運 那一方面呢 駱駝有兩個峰啊 那叫做峰峰香年 也希望大家來這邊求財運 能夠讓財運年年 好運年年 換上桃喜新裝 尼索動物搖身一片 成為吉祥物 未來常駐陳盛宮 下回來就拜拜 別忘了拍張照 摸一下 討個好彩頭 荒野保護協會的資深志工柳樹婆婆 從事環境教育工作多年 最近呢 她來到桃園市龍潭區 十一份觀光文化園區住館 推廣以植物纖維來製作各種手工藝品 2月4號 她要教大家 以垢樹皮來製作燈籠 邀請大家到龍潭十一份遊玩 在桃園市龍潭十一份觀光文化園區 隨處都可取得的垢樹枝蓋 將枝蓋輕輕敲擊後 取出外皮 然後繼續敲打增加樹皮的延展性 就產生獨一無二的木紋 套在寶特瓶上 變成了很有特色的樹皮燈籠 教大家做燈籠的 是荒野保護協會的資深志工 人稱柳樹婆婆的吳佩儀 她從事環境教育工作多年 這三年來受到疫情影響 讓她有機會沉澱下來 接觸植物纖維的創作 也激盪出許多的創意 因為元宵節呢 我就結合一下 就是用构樹來做一個构樹皮燈籠 因為构樹其實也很容易取得 在路邊就是雜木 一樣會被鋸掉 那我們就是把它取來用 因為构樹皮纖維是早期的 仙人就一直在用於做成布啊 做成帽子啊 做成生活的用品 那我們只是更簡單地 拿來把它取一小段樹枝 就可以把它敲打展延之後呢 把它套上寶特瓶點上燈呢 它就變成一個燈籠 早期原住民都是使用樹皮來 做成布料或者各種手工藝 所以柳樹婆婆嘗試 將不同的樹皮 做成花環 燈罩 背包等用品 讓她漸漸摸索出了興趣 現在她成了11份 觀光文化園區的助館人員 將常駐在這裡展示創作 因為這邊 其實很多人都認定 我們這邊是文庄園區 可是我自己會把它做一個定義 叫做環境教育園區 因為我們這個在推有機生活 在推無所 所以這個地區 對我而言 它是一個環境教育園區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真的環境非常的好 然後呢 我在做這種多種植物纖維編織 最主要是要推無所 柳樹婆婆希望大家多多接觸大自然 減少塑膠袋的使用 友善對待我們的土地 才能保護我們的地球 2月4號這個禮拜六下午3點半 柳樹婆婆要帶領大家入門 運用樹皮製作燈籠 一起學習山林的智慧 佛光園美術館高雄館新春特展 今年主題是密屍白兔之富樂吉祥 那麼志工呢 在展場佈置了上千隻的彩虹兔 開村之際有讓民眾驚豔 另外呢 館方用了瓦楞紙 重新了敦煌木高窟的美麗 十分吸睛 這就是今年新春特展主題 密屍白兔之富樂吉祥 這個密屍白兔啊 是一個殘門的公案 這個非常富有吉祥的寓意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這邊 我們就帶領這個一千隻的白兔 就會從這邊開始 一直到裡面展場裡面 越過榮門 比喻大家呢 如果在過去的一年當中 有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或是我們新的一年遇到的挑戰 通通都能夠超越 館方志工花了許多的時間 做了上千隻兔子造型的摺紙 完成今年新春特展的主題 另外四周牆壁 也貼上明代三大壁畫之一 法海寺地勢繁天圖 來介紹諸天神明 但吸引人的莫過於 這座土黃色的裝置藝術 它是用瓦楞紙製作而成 重現敦煌之美的莫高窟洞穴 我們重現了莫高窟 那剛剛就像我們所說的 它用紙的這個材質 我們就是展現出來 它這種沙粒的感覺 而且我們在內容的主題上 希望在新年的期間 給大家知道我們在文化裡面 過年會做哪些事 所以我們就用103窟當中的這個拜塔 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在過年會做哪一些吉祥的動作 祈願祈福 佛光園美術館每年新春特展 都帶給民眾不小驚喜 廣方今年特別安排 殘忠公安內的密室白兔 來代表吉祥之意 不只有展覽可以欣賞 還規劃了法語抽籤 邀請民眾抽法語 祈求新的一年 平安如意 搖一搖之後 你就可以拿一個你的籤 拿出籤之後呢 它會有它的號碼 我們抽出以後呢 好像59 好 我們就拿出來 拿出來後呢 它就是一顆彩蛋 那彩蛋當中呢 你就可以把它打開 這個呢 就會是你今年的吉祥法語 除了祈求兔年平安順遂 新春期間只要來到佛光園美術館 還能拿到志工們親手做的紙拓子 迎接兔年 民眾不妨來這裡走村 順便感受一下 宗教藝術的莊嚴氣息 人和安康 富樂吉祥 新年走村來南平 傳揚客家文化 每年農曆正月二十天川日 新竹縣竹東鎮 都會舉辦客家山歌比賽 已經連續舉辦了五十多年 但是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停辦三年 今年呢 在二月十號終於要復辦了 雖然規模縮小 但是仍然吸引了有兩百三十人 來一盞歌喉 年紀最大的是九十三歲 而最小的只有六歲 紅磚屋頂 客家花步背板 每年農曆正月二十天川日 客家山歌比賽是竹東鎮 年度盛世 已經連辦五十多年 但因疫情停辦三年 二月十號十一號 終於要在戲曲公園 恢復舉辦 主動在天川日山歌比賽 已經辦了五十六年 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三年摸牌 特地在今年二月十號 到二月十一號 兩年到戲曲公園 盤牙天川日山歌比賽 組別分成小調組 還有山歌組 長壽組 少年組 然後對唱組 要不要參加的英俗 就兩百三十三 非常的熱烈 傳揚客家山歌文化 每年吸引全台上千位好手報名 今年雖然疫情趨緩 但考量參賽者與民眾健康 政公所決議縮減規模 將四天比賽縮減為兩天 並將九組減為五組 少了超級組和合唱團 老山歌、山歌子和平板組 則一起並為山歌組 人數也因此從一千多人 變成兩百三十人 雖然少了近八成 但臨近縣市客家庄 參賽熱情依舊不減 報名踴躍 年紀最高齡的有93歲 最小的6歲就來參加 天川日山歌比賽開幕式的當天 在八點鐘呢 也會由我們主動在地社區村裡 組合而成的這個採接團隊 我們總共有15隊的團隊參加 在圓環出發前往戲曲公園 然後再做各個團隊定點的表演 高手們齊聚一堂 一戰好歌喉 2月10號當天還有15支隊伍 採接繞進 從正公所走到戲曲公園 遊街裝扮比賽 一連兩天的山歌比賽 將延續新年熱鬧氣氛 傳扬客家文化 這是韭菜不是蔥 這是波羅蜜不是榴槤 這是微型電動二輪車不是機車 微型電動二輪車新制向路 新車要領牌 現有車輛也要掛牌 車輛要投保強制險 未滿14歲不可騎乘 騎車時請戴合格安全帽 不雙載 後座乘客 你落車 不可擅自改裝 時速上限 25公里 微型電動二輪車 安全不慶菜 現在 大家更常使用網路 與家人朋友保持聯繫 但是 網路上並非都是好人 因此 我們都需要特別提防 網路上的詐騙 就像這個真材詐騙者 真材詐騙者 會捏造假的職缺 又騙求職者 提供銀行存折 和提款卡 但這個職缺 根本不存在 請記得 永遠不要向陌生人 分享個人資訊 快點擊以下連結 了解更多網路安全訣竅 桃園市大溪區盛產豆干 這個生產線 每天製造出400噸左右的豆渣 耗費大量的清運成本 而為了解決豆渣廢棄物的問題 有業者引進了循環經濟的觀念 運用科技 將豆渣變身成為了貓砂 開創出了新商機 巨大的設備不停轉動著 攪拌桶內的豆渣 防止豆渣變質 黃豆經過6到8個小時的浸泡後 再花費半小時磨豆 竹漿和脫渣 豆干工廠一天製造出的豆渣量 可達到400噸左右 後續清運成本相當可觀 就是說這個豆渣 是一個對他們變成 產生一個有問題 廢棄物處理 那時候因為豆渣每天大概有四五百噸的廢棄豆渣 那沒辦法處理 那時候我就想說這個豆渣的利用價值蠻高的 那才想說來研發看看 大部分豆干工廠的豆渣 提供給畜牧業作為飼料 但豆渣本身含水量高 容易酸化變質 業者研發技術 進行脫水乾燥 最後再將乾燥的豆渣作為基材 調製成吸水性強的貓砂 後來我就這樣研發出來之後 豆渣的利用價值可以做飼料 也可以做養殖業的這一些添加 或是可以進一步我們來做這個 因為它的吸水力很高 所以我們就進一步來做一個那個貓砂 貓砂的一個原料 原本含水量80%的豆渣降為10%以後 成為吸水性好的原料 經過業者加工再製成貓砂 創造出循環新價值 開創零費器物的豆腐產業 來看到前台中市議員楊振中 議事堂上問政犀利 去年選舉是順利交辦給了兒子楊大宏 不過退休之後的他也沒閒責 跟著師傅在廚房是忙進忙出做礦肉飯 從挑肉到烹飪是一手包辦 滋味不輸專業的師傅 替退休生活另尋樂趣 穿上廚師袍手拿湯勺前市議員楊振中 在廚房裡忙進忙出 去年九合一大選順利交辦後 楊振中退去議員身份 跟著師傅學做空肉飯 我想說退休了嘛 第一個要找一點事情 找個事情去做 第二個下半身也要去賺一些 未來養老的退休金 所以說 興趣加上自己的退休金 養老的退休金動力 所以說我們就認真要來選 廚房裡伸手有模有樣 前置工作得先挑肉洗肉 接著將肥瘦適中的豬肉倒進鍋裡 依照比例倒入醬油、香油、鹽巴、辣椒 燉煮兩個小時後這才大功告成 端上桌的空肉飯滷得金黃油亮 搭配特製辣椒更是讓人回味無窮 先日義士堂上問政犀利 強力監督市政的議會大炮 退休後走進廚房當學徒鑽研空肉飯 在師傅眼裡是個不折不扣的好學生 那大概從去年的四月份就開始學了 開始學學到現在 那最近會比較密集的原因是因為他卸了 有空了 所以他學得很好、不錯 大家期待吃他的一元烘肉飯 一元替退休生活另尋樂趣 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 如今長起初來有模有樣 現在不問政只問如何讓烘肉更好吃 八十一年次的翁怡君從事地方創生工作 在桃園市馬祖新村文創園區 進行文史工作調查的時候發現了 在原住戶心裡其實記憶最深刻的 就是眷村的食物 於是他以村村為品牌開了一間小餐館 希望能夠找回過去的老味道 八十一年次的翁怡君原本從事地方創生的工作 因緣際會他接觸到馬祖新村的案子 在進行調查工作時 與馬村的原住戶有過多次的訪談 他發現存放在他們腦海中最深刻的 就是過去眷村的食物 透過食物能夠將記憶找回來 於是翁怡君租用了馬祖新村一間老宅院 開了村村這間小餐館 透過菜色的設計找回過去的老味道 過去很多大家在提倡說這個文化的保存 可能都是一場的活動或一場的體驗 那這就結束了 那我在跟這些援助戶在做交流的時候 發現大家最常的記憶點是吃飯這件事情 記憶著那個味道 所以我決定就是 就是將這個味道透過餐飲 透過料理這一個的方式 然後來保存這一個文化的 對 所以我就決定來開這個 村村這個餐廳 翁怡君創立村村品牌 讓大家到這來有回家的感覺 他特別在牆上提上聚散有食 酸甜有食 讓來村村做客或者找尋回憶的人 都能創造不同的感受 餐廳叫做村村 第一個村是我們希望大家 有回家的一個感覺 回到我們媽祖新村 像是回家跟家人一起團聚 一起吃飯的一個感覺 那第二個村是希望大家來到了 我們村村餐廳的時候 是在不同的時間空間背景之下 在我們這個餐廳 來再創造一個不一樣的這個 團聚的一個感覺 村村將台灣卷磚飲食 以全新的方式呈現 打破了圓桌點才的風格 讓民眾到這來 能夠輕鬆度過下午茶悠閒的時光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聯播網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陳湘怡 TNews聯播網明晚八點 我們再會 去旅行 秋節 走 去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